坤嶼剛剛看到的是布林肯的談話 對 布林肯的談話 他其實並沒有拖出整個拜登 對於世界這個美中關係的 這個戰略架構 他的步調 他的戰略架構 最主要跟川普有一個不同的 一個點 川普呢 他一直在美國優先 他不斷會去這個採別的國家 弄了別的國家 通通都快跳起來了 他不管別人 我只管我美國 可是拜登的政策 一向就是他要結盟 他非常重視跟歐洲的關係 重視跟臺灣的關係 跟日本的關係 跟澳洲的關係 包括經濟 政治 軍事都是這樣 所以他對中國是用一個什麼 什麼概念 他還是用一個為的概念 他就是圍堵 我把這言 我也沒有要給你挑釁 然後把你在你 但是在你旁邊 所有的這個周邊國家都是我的人 那你真的要 真的要打仗嗎 那你這樣可能會四面八方都是你的敵人 除了俄國不是你的敵人 甚至連北韓可能都是你的敵人 這個這個是拜登的戰略構想 所以他他基本上 他的概念 他其實是contentment 他就是就是就是圍堵 那麼可是在圍堵的過程中間 他一直在強調他前幾年拜登 剛上來沒有多久 他一直在強調跟中國關係中間 他有一個叫做衝突管理 那什麼叫做衝突管理 也就是說那他知道這樣子圍堵中國 中國可能會很不爽 那雙方在某些部分甚至在軍事上面可能會有衝突 也不一定但是他他不求完全消滅衝突 他只求這個衝突不要無限制的 那這個自動自動化的這樣啪啪啪啪 就升級到全面戰爭 他不希望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那他在整個概念中間 他他其實做了很多的分歧 這其實在美國的冷戰時代 他已經發展得很成熟了 我們冷戰一開始 美國人就是所謂大舉報復 只要你動我一根海毛 我所有的原子彈都去炸你 後來發現不行啊 那原子彈丟下去事情就大條 那所以後來慢慢發展成為 一個叫彈性反應 那彈性反應的戰略 彈性反應戰略很麻煩 他就要求你在各個層級中間 你都會跟他對應 就是說你要打核戰 我陪你打核戰 你要打有限戰爭 我也可以應對你有限戰爭 你要打這個什麼叢林戰啊 什麼反恐戰爭 好 那我有特種部隊 然後再下來 你要灰色部隊 沒關係 我的海巡就出來了 那海岸防衛隊就出來 類似這樣子 那所以美國人現在在全世界推的 跟在臺灣推行的 其實就是這個概念 即使我不小心有打掉人家一支軍機 老公說 我要全面我要進攻臺灣 對不會 即使美國跟中國現在發生了軍機戶籍事件或是插撞事件 他也不會像以前大家以為這樣 直接就升級到全面大戰 不會 但是他們中間每一個階層的衝突都有管理 那在這個之下呢 他們都用了名詞叫做競爭 布林肯剛才講競爭 就是說經濟上面 科技上面 你進我的 我進你的 你賭我的 我賭你的 那個叫競爭 就是說軍事上面的對峙或對抗 但是像在南海 那個已經接近的軍事的對抗跟對峙了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灰色地帶 所以在南海的部分的時候 你看那個美國都要求菲律賓 甚至支援菲律賓去做海岸防衛隊 然後他們的這個船艦的部署跟建制 好 那在proceedings 就是美國海軍的那個月刊上面 其實很多旗都在討論 怎麼去處理灰色地帶的 一個應對跟衝突 再上來那一集叫 就是就是低度衝突 然後再來有限戰爭 中度衝突 再來才是全面戰爭 現在一集一集 他都有他一些管控措施 這是他做整套做衝突管理的概念 其實布林肯在講的這個事情 在這個那個應該是達沃斯論壇的那個 那個訪問 他講的就是概念 說我們美中關係 好是很難 但是我們盡力 不要讓他發展成為 不要讓競爭發展成衝突 即使發生衝突 他沒有講的是即使發生衝突 我也不要讓他變成一個兩個核子大國之間的直接大戰 這是不可想像的 可是川普會不會這樣子 Follow這個拜登的這個這個路線走下去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因為他布林肯在剛才談話中間一直在強調穩定穩定 就是你知道我的我知道 你這是客主戰略中間的三個思議裡面最重要的很重要的一碗就是capability 然後quietability 就是我有能力我有可信度 然後最重要我還有溝通 溝通的要求都做穩定 你不能簽了協議明天就不算 對不對 你要穩定大家有互信基礎 你講的話算不算話 然後這個東西維持住了以後 那雙方才能維持一個穩定的關係 即使我們競爭 我們可能也不至於到要發生 拿原始彈互扔這種地步 可是川普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因為他就希望人家猜不透他的心思 所以為什麼剛才創下講說各國其實現在都在都在都要成立小組 然後應變小組 如果川普當選出什麼狀況沒有人知道 我覺得這個事情其實臺灣也應該去思考 而且我覺得我們臺灣應該 政府應該去教育我們的人民 這個衝突是有管理的 是有分級的 是有各種階段可以攔阻的 所以不要被人家這個口號 或認知戰的一喊說 一個什麼事你不要挑釁 不能跟他講壞話 要不然就會發生戰爭 事實上根本就不會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 就能再吃小鈴鐺